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就来给大家讲讲关于贴符字的风水讲究 一 贴符字的由来 从古到今 中国各地都流行着过年贴符字的习俗 贴符习俗各有不同 有贴正符的 有贴导符的 过年家家户户贴符是从哪朝哪代流行的 最初有什么寓意 原来是因为风神演义中江自衙在风神榜册封了一个神仙 提起江自衙来 大部分朋友都知道 不就是风神演义中钓鱼的江太公吗 没错 就是江自衙 江自衙 乃是昆仑山玉须公原始天尊门下弟子 后来被派下山辅佐明君周文王姬昌 周武王姬发 代理风神事物 江自衙是真正的大器晚成 应该说老成 他三十二岁上的昆仑山 做了原始天尊的弟子 其实二岁的时候下山 江自衙在下山后 经他人介绍和马氏结为夫妻 可是结婚之后发现 马氏经常抱怨江自衙没钱 让自己过着贫穷的苦日子 江自衙受不了妻子马氏的唠叨 就去做生意 你想啊 江自衙一个昆仑山的道士 根本不会做生意 做一个 赔一次 江自衙干过很多生意 例如卖梨 卖面 贩卖猪羊牛马 算命 这些无一例外 统统已失败告终 马氏看见江自衙做生意 不但不挣钱反而亏钱 便时常吵闹 说江自衙连最底层的农民都不如 就是个窝囊费 穷鬼 时间长了 马氏就毅然和江自衙离了婚 绝不反悔 在离婚后 江太公钓鱼 院者上钩 钓到周文王姬昌 辅佐周文王和周五王兴 周灭伤 风神台大风众神 一时风光五二 这时 江自衙的事情传到了他的前妻马氏尔中 他想着去找江自衙讨个神仙荡荡 马氏认为江自衙怎么也得念着旧情 一日敷七百日恩 于是他就去找江自衙了 江自衙刚开始言辞拒绝 可经不住前妻的不断唠叨 就不耐烦地对他说 你这个扫把星 自从你嫁到我家 你害得我穷了一辈子 看来你是个穷命 就封你为穷神吧 马氏不以为耻 反而非常欢喜 紧接着问道 封我为穷神 叫我在哪享受香火呀 江自衙本来是要羞辱马氏 一看没达到目的 于是说 有福的地方都不能去 其他的随意 这件事不知怎么传了出去 老百姓家家户户都写了福字贴到门窗上 用以驱赶穷神 从此 贴福字变成了一种传统的习俗 虽然贴福的起源很多 尤其是贴到福的起源很多 像朱元璋与马皇后 清朝公亲王 慈禧太后等等都有记载关系 可是江自衙封马氏为穷神 应该是最早的起源了 二 贴福字的意义 福字寓意福气满满 五福临门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人们都期盼新的一年幸福美满 福气满满 大富大贵 富贵双全 可见 福字在民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福字 有五多之义 福字中 有多子 多才 多寿 多田之义 更有多福之说 康熙在庆祝孝庄皇太后六十大寿时 曾经写下这样独一无二的福字 被称为天下第一福字 不断流传至今 福字 又有五福之说 据相关记载 五福 富贵 康明 好德 长寿 善终 比较好理解 简单说 就是福气满满 健康平安 福寿绵长的寓意 大家说是不是 三 贴福字的风水讲究 一 大门上的福字必须正贴 大门是迎春那福的位置 因此大门的福字必须要正着贴 避免福气溜走 正福也是陡方 须坐东面西 大门上的福字必须正贴 此位置一家也只能贴一个 象征福如东海 大门上的福字有迎福和那福之意 冯继才说 在民俗里 不是说所有福字都要倒贴 尤其是在门上 大门上的福字应当是正贴 大门上的福字有迎福和那福之意 而且大门是家庭的出入口 是庄重和恭敬的地方 所贴的福字应当端庄大方 顾应正贴 如大门的福字倒着贴 可就把福气倒在门外了 所以门福必须是正贴 二 讨吉利可倒贴 如果家中的运势经常是起伏不定 而且在一年中家里有人不幸亡固 或者生意赔钱不走运 经常遇到倒霉的事情 那么他们在新的一年里 希望能有好运 这时就可以将福字倒贴 这样可以起到转运的效果 三 在需倒置使用的用具上可倒贴 福字倒贴的一般是水缸 垃圾箱和家里的箱柜 在水缸和垃圾箱上倒贴福字 由于水缸和垃圾箱里的东西 要从里面倒出 来 为了防止把家里的福气倒掉 那么就可以将福字倒贴 这种做法是巧妙利用导字的同音自导 用福字来抵消福去 用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四 三十的下午贴福字 许多人不知道的一个讲究 就是贴福字是有时间要求的 最通俗的一个说法 就是三十的下午 太阳没有下山之前贴 这顺序应该是从外面向里贴 先贴抬头符 再贴门符 最后才能贴导符 意味着一年的福气都要从外面流进来 且由大门开始 从外道里的福字先大后小 但是贴福字的时间 其实每个地方习俗都不一样 但是最晚不超过大年三十时间 各地都有各自的风俗 一般来说贴春联的最佳时间 是腊月二十九的下午 未时十三点至十五点 五 不宜过多 现代家庭的房宅 大部分都是楼房结构 所以基本上 每个家庭里只需要摆挂一个 但是位置必须不可在房宅的西墙 而且需要在光线明亮 宽敞的地方摆挂 最好是走进房宅大门的左手边 再坐北朝南的方位摆挂符字 六 符字不移 有损坏 当我们在贴符字的时候 如果手中的力气过大 是很容易将符字戳破的 因为符字本身是只做的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有破损的符字 那就不要贴了 否则反而成了一种破财的象征 在未来不仅对我们的符运 没有起到加成作用 反而还破坏了符运 四 符字适合贴在什么地方 一 贴大门 大门不仅是住宅的门面 同时也是吸气和耐气的地方 将符字贴在大门处 可以起到招符那符的作用 寓意着符来加门的意思 大门也是人们最容易经过的地方 贴上吉祥的符字 会显得大门比较端庄 而且寓意着生活会过得红红火火 人丁兴旺 二 贴客厅 把符字放在客厅 餐厅的显著的位置 有团圆巨符 家人和和睦睦的寓意 客厅声器比较足 再摆上美好寓意的符字 旺上加旺 三 贴卧室 把符字贴在能够一眼看到的 卧室柜子上 窗户上 但不要正对休息的床头 会有抬头见符的寓意 新的一年 不经意间 就会遇见自己的小幸运 四 贴到极位上 符字的张贴有个特点 就是从外往内一张张接连张贴 所以最里面的一张 一定要贴到极位上 如果贴到了胸位 那可是大大的不利 当然家里面的厕所 也是不适宜贴符字的 五 水缸和垃圾箱上 因为水缸和垃圾箱里的东西 要从里面倒出来 未必会把家里的符器倒掉 便会倒贴符字 六 挂在入户门对面墙 入户门对面墙 也可以选择挂一个符字 因为这个地方 是从外部 看自己的住宅内部 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如果把符字挂在这个部位的话 那自己的家里人就可以因此而获得更多的财气提升 如此一来 家人的运势也会逐步变得更加兴旺 其屋内的柜子上 屋内的柜子是存放物品的地方 倒贴符字表示福气会一直来到家里 屋里和柜子里 七 挂在窗户 窗户挂符字和贴符字产生的效果都是一样好的 所以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卧室窗户使用符字 因为窗户也是一个聚气的地方 所以如果在窗户部位使用了符字的话 那自己的卧室风水自然也就可以因此而获得很大的提升 财运也会增多 八 符字贴在中间天上 其实对于符字的位置贴在哪里并没有很仔细的说法 总的来说也就是在中间天上的位置 令人看着较为舒适和醒目 最重要的是不要贴歪了 在两个人合作下贴的符字会更好看 但也有很多人说符字要贴在正中间 这样可以做成一个左右对称的样子 最终的根源还是为了贴着好看舒适 因此只要在中间以上的位置 都是没有大错的 五 过年有两种情况是不能贴符字的 一是三代祖辈的名字中含符字的 春节不能贴符字 要避讳祖辈的名讳 以示尊敬 可以用路字取而代之 意思相近 表示希望能够得到福气和财运 二是 如果过去一年内家中有长辈去世 也不能贴符字 那么这一年要守孝 不能见红 表示对侍者的尊敬 除夕下午太阳落山之前 从外向内贴符字 先从高处贴符 然后再来贴门符 后贴道符 意味着一年的福气都要从外面流进来 除了符字 这些装饰的张贴悬挂也是很有讲究 贴对了 挂对了 才能给家中带来集气 让家人新一年吉祥如意 一 春联 千门万户同同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春联可是春节装饰里绝对的主角 在大门上贴春联时 首先 一定要把完整的上下联和横梯都贴出来 这样方能接吉纳符 残缺的春联则会阻碍赢符 其次 千万别把左右连贴反了 古人书写时 都是从右往左的 所以 对联的上联应贴在大门右边 下联贴在大门左边 区分上下联的方法 就是看对联末尾字的读音 上联尾音为字 也就是普通话的三声 四声 下联尾音为平 是普通话的一声 二声 另外 最好别直接在旧春联上贴新春联 而是应该把旧的撕下来 清理干净后 才能栽在上面新的 这意味着除旧迎新 二 灯笼 春节在家中悬挂的灯笼 也有不少讲究 第一是灯笼要挂双树 他有双喜临门之意 与一家人好事成双 第二就是灯笼要尽可能往高挂 正所谓大红灯笼高高挂 将新年灯笼挂得高一点 有步步高升 急运当头的好兆头 可谓家中引来更多福气 对家人前程很有利 三 中国节 在家中悬挂中国节的时候 要注意有两部挂 一个是厨房不挂 一个是卫生间不挂 中国节红红火火 它的五行也属火 若是挂在厨房 会使得厨房火气更重 卫生间五行则为水 挂在此处会引发水火交战 我们最好把中国节挂在玄关处 开门见喜 让家人日子越过越红火 也可以挂在客厅 营造温暖喜悦的客厅氛围 有利于家人过年期间交流感情 促进家庭和睦 另外 还可以把中国节挂在家中正南方 正北方 2023九宫飞星中 主管财富的八白左辅星降临在正南方 主管姻缘感情的九子右臂星降临在正北方 在家里这两个地方悬挂中国节 便可催生财气与喜气 六 初一进门见二物 日子越过越负 一 进门见葫芦 葫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重要的吉祥象象征 它的独特形状和寓意 使其成为人们追求吉祥和辟邪的象征物品 葫芦具有驱邪 辟凶和消灾的寓意 被认为能够保护家庭免受灾祸和不幸的侵袭 在农村地区 人们经常在家门口摆放葫芦 以期望家中的安宁和平安 葫芦还被视为一种守护福 可以带来平安和好运 此外 葫芦也象征着丰收和富裕 葫芦的形状与丰满的果实相似 因此它被视为丰收和财富的象征 在农村地区 人们常常把葫芦作为装饰品摆放在家中 希望能够招来丰收和富足的生活 无论是作为驱邪避凶的物品 还是作为丰收和财富的象征 葫芦都承载着人们对幸福 平安和繁荣的美好愿望 二、进门见鱼缸 在风水学中 鱼被视为富贵和繁荣的象征 当进门时首先看到鱼缸 可以给人一种富贵、兴旺的感觉 这被认为是一个吉祥的迎接 预示着家庭的财运和繁荣 鱼缸中的活鱼被认为是吸纳财富能量的象征 进门见鱼缸可以促使财富能量进入家中 并在家庭中积累 这有助于提高财运和财富的增长 观赏鱼的游动和水的流动 可以营造一个宁静和平衡的氛围 进门见鱼缸可以带来一种冷静和放松的感觉 有助于舒缓紧张和压力 创造一个和谐的家居环境 据说鱼的形象可以驱邪避凶 进门见鱼缸可以作为一种保护符号 抵御负面能量和邪气的侵扰 它被认为可以消除不吉利的影响 保护家庭免受灾祸和不幸 需要注意的是 进门见鱼缸在风水学中 并不是适用于每个家庭或每个人的布局 具体的风水布局需要考虑房屋的朝向 户型 个人八字等因素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